可能這個準備進了山洞出不來了 堵在山洞裡卡在裡面了 這個第一個 柯文哲本來就是一個善變的人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你現在兩邊 就變成這個羅生門 到底哪個是說真的是假的 但是我們以常理來判斷 以柯文哲157的智商 你所謂的日本模式 他怎麼可能接受呢 用立委候選人來投票 你國民黨有69席 民眾黨只有11席 怎麼選都輸 國民黨當然有人會跑票 但是我相信柯文哲也沒有志興 會跑到30秒以上 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看就是要 可是今天翟本條說 他說那民眾黨我就很簡單 我在其他沒提名選區 我每個選區都提兩個 反正我不會贏 這樣比人數我就會贏 我就過一個禮拜再來投 我趕快提 反正提名也不用報中選會 我哪邊都可以提 我現在就可以壓進 變成69比69 然後民調 你光是他是一半是用日本 是一半是用民調 對 問題是你民調到底要不要放手機 要不要放四話 怎麼抽樣 那都很冗長的 那個談要兩個禮拜才能完 緩不濟集 所以我覺得問題是 日本這個模式 跟台灣也不合嘛 第一個日本是內閣制 對 然後這個是日本自民黨的 黨內的選舉方式 對 那我們知道自民黨是派閥政治 不同派系 可是他們都有一個 共同宗旨 就是維護自民黨的發展 這是個共識 這是個基礎 問題是民眾黨跟國民黨 沒有這個共識基礎 彼此耳魚我詐 各懷鬼胎 你怎麼跟自民黨比呢 所以我覺得拿這個自民黨 我是覺得柯文哲 你再講柯文哲 林貴剛剛有影響 我那天太晚了 聽話聽錯了 我以為是要吃德國豬腳 還是要吃日本sushi 我個人比較喜歡日本sushi 可能晚上太晚了 心想跑太晚了 一直聽耳霧 耳霧沒聽清楚 你要逼柯文哲講豬這樣 我也不意外 因為柯文哲一定跟你歡 那今天的情況就很簡單 就是我也必須要講 朱月潤這個是處心機率 找他智庫那些蛋頭學者 去日本找了這個日本 這個奇怪莫名其妙 我聽話我是念政治系 我念了四年 我都不覺得我的政治的基礎 都不及我這一個月來充實 什麼一開始什麼民主初選制 每個縣市找立委 來辦選舉投票 再來又是什麼德國模式 什麼政黨好物 又是什麼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還找一個什麼 找一個什麼有黨人 有黨人士來投票 我想什麼叫有黨人 所以我想大概是像什麼館長 黃國昌 這個所謂的沈富雄 我們的吳子嘉董事長這些人 是這些人來嗎 我也搞不懂 還有什麼有黨人士 哪裡想出來的 真的是 我也必須要講 這我最近也增長了不少知識 也有這麼多新的方法 真的是突發奇想 我也真的覺得真的 這個朱立倫絞盡腦汁 想輸這些東西 郭柯文哲根本不屑一顧 難怪他會撤心 好 那朱立倫今天有加碼 他講說那個談話內容 他說當時跟柯文哲提到日本模式跟德國模式 柯文哲聽完很支持日本模式 因為柯文哲認為他有信心 如果你個人聲望高 日本小派系的小泉 他講小泉春衣郎 一樣也可以獲得小雞的支持 同樣的 如果小雞決定不能夠影響大局的話 這就不是一個團隊嘛 所以初音 看起來柯文哲 在通電話的時候 他是認為日本模式是可行的 怎麼突然突然又返回了 我只是懷疑柯文哲知道什麼是日本模式嗎 我非常認同分老師講的話 因為我今天上節目之前 我特別聯絡了一下 我們東吳政治系的一個國際政治專家教授 就是羅智正老師 因為他就是國際政治 他就是我們東吳政治國際政治的老師嘛 然後我就問他說 請問一下 老師我以前我們念的時候 有念過日本式 然後德國式這種民調的方式嗎 然後他想一想跟我講說 他應該只是把一個國際的現狀 人家的選黨魁 日本選黨魁的方法 把它拿出來 然後說 那我就想說 所以說民眾黨跟國民黨要合併了嗎 看來不是嘛 因為如果說日本式的話 那是人家選黨魁的一個方法 你把人家選黨魁的方法要拿出來 那至於德國式他也自己講說 其實他也沒聽過 不知道為什麼 用什麼政黨的支持杜冰人德國式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一陣子以來 不只是我們的政治上面的政治學上的領域 大家都成為政治學家 我相信柯文哲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其實 他也不在乎這些 他其實是要帶領全國的觀眾 從看愛情劇 現在慢慢走向科幻劇 科幻 大家要知道在駭客任務裡面 你所接觸的那個時空 不是你認為的時空 所以這是為什麼 有人覺得火車來了 有些人覺得火車還沒有過 因為你要知道 在不同時空的火車 是不會 永遠不會近戰 因為一台車在這裡 一台車在這裡 所以你以為有交集 但是他們在平行時空 所以說其實 不論柯文哲今天告訴你 他比較喜歡的是日本智 還是他等一下錄音帶拿出來 這個剛剛我們 人俊是說 人俊說有通話錄音 通話錄音 不好意思 不同時空裡面的錄音 不能代表他們達成共識 所以各位觀眾 你們現在不要再去講說 那個八點檔 有夠陷阱的 明明是大宅院的男歡女愛 為什麼突然間會換臉 會face off 現在不要認為那是劇 所以不可能存在 是政治生活當中 兩大黨 兩大在野黨 國民黨跟民眾黨 就活生生的給你看到 他們現在從愛情劇 不演的開始演科幻劇 然後創造出一些 你可能以前不認為 他存在的名詞 然後把他搞得無薩薩 其實我在評論的時候 我很認真的看了這些過程 但是我只認為 他只是要告訴大家說 這出戲 因為我們走到愛情路死了 可是他要繼續演 因為檔期還沒有結束 因為檔期是11月20號 所以他要換一個新的花樣 花招 讓大家至少不要轉台 所以晃哥 我是沒有辦法回覆 就是說為什麼 這個柯文哲比較喜歡日本製 那是因為他在 某一個駭客任務的時空 他現在覺得日本不錯 等到他醒來 回到了他自認為是民眾黨 黨主席的這個時空的時候 他可能又覺得說 我有發生過這樣的事嗎 抱歉喔 這個是沒有手機的 這全四化的 美麗島電子報的 我們看一下 其實全四化的時候 侯友宜贏的次數 可能會稍微多一點 可是柯文哲也會有領先 所以這個時候很麻煩 就看你落在哪個時間點對誰有利 那現在的時間點上是對侯友宜有利 對 全四化 因為柯文哲最近失分很多 可是我現在可以大 我要做一個預測 我覺得下個禮拜 柯文哲反彈 會反彈 為什麼 為了那個浪三趴 剛剛林桃已經在講 日本 德國 德國也有全民調 林桃要花很長的時間去解釋這一切東西 解釋完選民不一定聽得懂 對 柯文哲直接講 我認為你三趴 他其實講 誤差範圍之內的都算我輸 對 這個大概一聽就懂 誤差範圍 哪怕我只贏你一趴 但是因為在誤差範圍 大概是二點六或二點九 三 都算我輸 我當副的 一聽就懂 這個比較簡單 好 那這個簡單會影響是什麼 就回到柯文哲 其實從頭到尾打對一件事情 公平對抖 六十九比十一 任何人用膝蓋想 也知道怎麼一回事 我就不需要解釋 政治就是 就這麼簡單 我不用希望解釋 六十九票對十一票 結束了 所以我後面補提你 我後面補提的要不要算 能不能投票 講到這裡就沒意思 那 講笑話 真的講笑話 因為對林濤的前老闆不尊重 我有一些國民黨 國民黨深藍的朋友 在這一路上 為什麼他們現在很討厭朱立倫 用郭台銘當例子 郭台銘那時候 是不是也是遇到幹部投票 那個朱立倫 在五月十七號那時候 跟你講說 對外開記者會的時候說 除了除了幾家民調之外 還有縣市長 還有立委的意見 至於全部都是侯友宜 所以提名侯友宜 這個遊戲規則 郭董搞清楚了沒有 沒有啊 所以五月十七 只為 郭台銘只維持了一天的臉書 祝福之後就 就翻臉了 就翻臉 一路翻到現在 可是在中間我的朋友 我這些藍軍的朋友 鄭藍軍的朋友 到最後搞不懂郭台銘 為什麼要堅持到現在 所以那時候曾經講郭台銘的笑話說 問我 郭台銘是不是蔡英文派來的 分裂國民黨 李乾隆 國民黨的前秘書長 李乾隆有一次跟中國時報怎麼講 郭台銘是不是民進黨派來的 港款的意思 好 那跟朱立倫有什麼關係 最近他們在問我 朱立倫是不是美國人派來的 就鬧笑話 我講這是笑話 為什麼 就是你要促成藍白河 為什麼 單打個別一對一 打不過賴清德 所以要二打一 我也懂啊 我也打 我也知道啊 因為你一對一 打不過賴清德 輸賴清德 所以我要二打一啊 兩個打一個嘛 然後呢 兩個打一個 兩個要怎麼合 怎麼提出來的方案 怎麼合啊 好那回到核心 你怎麼取得民心 誰抓住那個道理 柯文哲這次講的最簡單 我讓你三趴 國民黨不敢回應這一點 所以講說你前面你已經 你也比較喜歡日本 你講這一些沒有用 侯友宜為什麼過去連續贏 贏柯文哲 他抓到什麼道理 柯文哲羞辱侯友宜嘛 韓國瑜跟柯智恩出來都比你強 那個把藍軍的火整個凝聚起來 好可是問題 你在公平這件事情 人家讓你三趴你還不敢 情勢又要轉又要轉 轉到最後的結果怎麼樣 帕西趕 所以你覺得最後也是合不了 兩個人早就 這兩個人早就是願偶 只有朱立倫一直在那邊撮合 就朱立倫想要撮合兩個願偶 這兩個人 如果有一個人跟我講說你不行啦 男人不能講不行嘛 你不行 你跟他一定翻臉 這兩個人本來就各自找好女朋友了啦 本來就找好女朋友是朱立倫一定要嘛 大家都不想當壞人嘛 但是所以柯文則反覆啊 好可是你真的反覆過程 為什麼有時候侯友贏有時候是柯文則贏 你還是要看這中間對他們來講 影響他們選民中的那根線是什麼 前陣子就是侯友贏啊 藍軍整個大團結啊 可是你這個浪三趴你都不敢你都不敢比 天平又要改變了 OK好 我想最後決勝負的關鍵呢 就是誰會被選民認為說 他是再也無法團結的戰犯 被認為是戰犯那邊大概就是輸了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休息一下